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位新兼行政會議成員的立法會議員 葉劉淑儀在傍晚的時候又見記者 每當她提起行政長官林鄭的時候 一定有一些火花出來 這次亦不例外 在記者會上她就揭露 說相信特區政府行政長官和文澤班子減薪的消息傳出 是受到新加坡官員減薪一個月的消息所影響 是在壓力之下作出的決定 葉劉就說對於這個舉動她是表示支持 而且希望特區政府並不是爭取民意和掌聲 而是和市民共同進退 葉劉這樣說即是變相踢爆了 這隻林鄭根本上就是耳仔底死根 總之新加坡做什麼他就做什麼 只不過葉劉對於這件事 也有少少微言 他就說同意特區政府的反應是慢了幾拍 應該就要讓新加坡先走一步才是 即是嫌你林鄭走得慢 沒有遠見 一美死根 葉劉這個評價其實都公穩 又不應該因人廢言 雖然葉劉和林鄭就好像有點私怨 葉劉就繼續爆料 他說在一個星期前 在一個行會成員的通訊群組當中 已經是提議減薪了 但是沒有收到任何回應 他就說自己本人很樂意減薪 但是不應該由他提出 而是應該由行政會議的召集人提出 至於有記者問到他 特區政府這個管治班子 應該捐一個月的人工 還是減薪一成呢 葉劉就說應該由政府決定 當然啦 減一成就比較入獄 這個真的夠坦白 所謂小數就怕長計 如果由今天開始減薪一成的話 都不知何年何月才可以加上去 一旦他們要求加薪 肯定就被人罵到七個一皮 肯定就被市民猛烈批評 所以他們寧願捐一個月人工 這個就是折衷方案 捐一個月人工的金額絕對少過 在他餘下的任期都減薪一成 而且根據葉劉的爆料 他就說在行會的通訊群組當中 建議全體減薪一成 但是沒有人理會他 根本上證明了那些行政會議的 非官首成員 當然不會理會你 視財如命 八萬三千零五十元一個月 你叫他每個月減八千三百零五元? 他真是理會你 還要天天被人罵 當然是不肯定的 八皮的事 你葉劉當然能減薪 因為你自己還身兼兩職 你又做行會又做立會 你當然是口響 你突然在群組中說要減薪一成 豈不是抱著其他行會成員一起攬炒 當然沒有人理會你 接著就是這件事 他們到底捐錢是捐給誰呢 原來捐給公益金 公益金到底有什麼作用 在你面對嚴峻的環境當中 公益金做了什麼事務呢? 請問是 你捐給公益金 這也是奇怪的 除了你益藍絲高層 那些行政費以外 你有什麼得著呢? 對不對? 這麼多的慈善團體不捐 你就捐給公益金 當然公益金是一個指定的慈善團體 認可的慈善團體 到其實他報稅的時候 他不可以在入息中減回這個月的薪金 就可以交少些稅 但是對於我們的市民 有什麼幫助才行? 但是這個記者會 其實也反映得出 林鄭和葉劉之間那種 你來我往 或者權來腳往 都沒有指息 首先就是特區政府 他們去買物資的時候 就說要價低者得的原則來投標 後來當然被葉劉 就說他們不設實際 這樣就買不到東西 在這個時刻 然後特區政府就出來補獲 林鄭多次申述 就說我們不是用價低者得的原則 我們是用直接採購 所以又被葉劉伸了腳 然後葉劉提出 這些物資 既然這麼緊張的時候 就應該限價 使得很多市民都買得到 不用捱炒價 然後林鄭就出來駁回他們 而且公開的駁斥 真是不留情面 就說香港是奉行自由市場的原則 就不可以對於這些物資作出限價 其實就是公開來禁止他的意見 繼而蘋果日報 踢爆林鄭就向中央打 這班行會成員的小報告 就說那些行會成員的表現 強差人意 甚至乎有些建制派的人 就對行政長官作出人身攻擊 我不知道在說誰 哈哈哈哈 這個要問林鄭本人才知道 因為她又沒有說名 好了 現在這一局 真的輪到葉劉出招了 所以這兩位阿太在這裡狗咬狗骨 真的非常精彩 接下來就說說另一件事 就是中國著名的游泳選手 孫陽被重判停賽八年 到底是甚麼事呢 事源去年九月的時候 被指拒絕進行藥檢 她的團隊更加被指控打爛了 藥檢樣本的玻璃瓶 以及撕爛了藥檢的表格 被世界禁藥組織告上國際體育仲裁法庭 去年雙方在瑞士開過聽證會 但因為翻譯問題沒有進展 好了 到了今天這個時刻 終於有一個判決 就是被重判停賽八年 即日生效 意味著她無緣參加今年的 就算舉行也好 就是這個七月的東京奧運 她就不能上陣了 而且八年那麼長的時間 到她復出的時候都老了 就算真的可以游 也不夠年輕的游 所以意味著她的職業生涯 也很可能會結束 孫陽就在微博作出一個聲明 她怎麼說呢 當然就是法蘭紮 看她的款式就知道 尤其是這個人沒有什麼品德 又沒有什麼風度 沒有什麼教養 而且沒有什麼體育精神 包括笑別人 說喝她的洗腳水 或者I am winner, you are loser 她是喜歡的 她在微博上說什麼呢 她就說 我剛剛訓練完畢 我一直堅信自己的清白 收到國際體育仲裁院的裁決結果 我感到震驚 憤怒 不能理解 我明明按照著 興奮劑檢查的各項規定 積極配合 只是因為檢查人員 不具備之質 她當時自己也承認了這一點 所以同意不帶走血氧 為什麼就變成了我的錯誤呢? 考慮到國際體育仲裁院 在本案審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我就已經委託律師 依法向瑞士聯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訴 讓更多人知道事實的真相 我堅信自己的清白 堅信事實必定戰勝方言 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和幫助 感謝國家體育總局 中國游泳協會和各級領導的關心 感謝國內外體育愛好者的支持 我要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 反見到底 這就是宣揚的說法 但是到底的結果是怎樣? 當然要再審 你現在說要提出上訴 但是人家的理據也非常充分 判決施捨得很清楚 而且很多人說 國內外的體育愛好者支持 國內的我不知道 國外的似乎都不太喜歡你 比如說香港施選 這個消息一傳出來 很多人在Facebook那裡嘻嘻 還有 那些表現 尤其是你這樣踩人家的外國運動員 踩人家的游泳選手 人家是有報導的 你在外國有多少粉絲 就成問題 國內外他們真的很喜歡誇大 不過誇張法也是華人的特色 比如說赤壁之戰號稱80萬大軍 何來80萬大軍 當時全國人口只有幾百萬人 最多頂盡都是給你10萬大軍 趨大八倍 所以聽一下就好了 數據也好 消息也好 所以說 他再問 原來這個東莞親戚 是幫村委會收集資料 派東西給香港同胞 而且他每填一個人的資料 就可以收到一百元人民幣 他當然說有機會跟選舉相關 當然是沒有辦法證實得到是還是不是的 因為就算他收集你的資料 你也不知道他拿來做什麼 但這就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提示 證明了至少有些人在做這些搜集資料的工作 到時候會不會在選舉當天打電話給你 甚至乎是用了你的資料 不知道拿來做什麼呢 因為有些人去到票站又說自己的票被人投了 當然現在就是一頭無水 也不知道他收集這些資料做什麼 但是 大家千萬不要貪責這些事情 最重要就是讓大家知道一件事 其實 接下來九月的立法會選舉 真的很多人重視 所以大家就不要聽白票兵所說 又說要投白票 又或者不要投票 這些全部都是妖言惑眾的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